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第一个就是匹配系统 官方一直宣称这是一款公平竞技游戏 但在匹配系统中却出现了不公平的情况 我们经常会遇到以自己段位不符的队友或对手 甚至有自裁局和福利局两种极端体验 尽管玩家提了很多建议 但官方一直没有高度重视 也不知道何时才会调整了 第二个BP系统 BP系统也是存在问题的 主要体现在竞英雄方面 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共同感受 那就是每场队局开始之后 我们竞的英雄始终都是那几个 根据重用来办英雄的情况很少 都是将自己不喜欢的英雄进展 第三个 举报系统 这因为有了前面两个系统的问题 才导致游戏环境一直不稳定 所以举报系统也显得尤为重要 几乎每场游戏都会有举报的情况发生 然而 每次举报的结果并不一定会满意 有时举报不成功 有时自裁力度太小 像这样的制裁其实是没有任何震慑作用的 这三大系统一直都是很多玩家的一块心病 并且非常难解决 毕竟这设置到了官方的主观因素和游戏的诸多客观因素 也难过玩家感叹改善之日遥遥无期了